大家喜不喜歡吃壽喜燒? 這裡吃牛肉壽喜燒只需要六十多元 還有很多很多款式的日式家庭料理 看片之前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所有平台都叫做K4加藍 今天去的餐廳叫做荒野商店 位於福田的卓越Intern購物中心 由羅湖口岸或福田過來都很方便 由福田口岸搭10號線 或羅湖口岸搭1號線 都可以去到江夏站D出口下車 餐廳位於一樓 大家見到Starbucks喜茶就會找到荒野商店 因為在喜茶的旁邊 這間更可以說是日式茶餐廳 因為主要是做一些日式家庭料理 介紹給大家認識 跟平日的日本餐廳有些不同 這間餐廳的始創人 主要這裡的食譜是來自她的媽媽 她一直想做一間餐廳 有宜時溫馨在家用餐的氣氛 叫茶餐廳 因為這裡的價錢很大眾化 雖然開在一個超大的商場裏 但人均大約60元左右 但你吃到的菜式是吃壽喜燒 去連一個普通的咖喱烏冬都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這裡最推薦就是咖喱烏冬 一定要重複說三次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u 我吃完今天的菜品之後 最推薦的第一位竟然是奶油咖喱烏冬 真的想不到 我很有驚喜 很煙烏冬 很棒 這個我一定會再回來吃三十幾元 另外一定要吃壽喜燒 如果你喜歡吃壽喜燒 我便會知道 沒有三位數字 香港就叫不到 這裡是66元 已經包了一碟牛肉 整鍋的菜 冬菇都戒花 味道是一模一樣 跟平時壽喜燒都是那個醬汁 它是很豐富 六十幾元 有這麼多東西 又著火 然後又吃牛肉 一定要吃 這裡最推薦就是奶油咖喱烏冬 和壽喜燒 原本見到六十幾元 以為這個壽喜燒是很小的 就好像我們去香港的日本餐廳 叫一些窩蜜那麼小 誰知它的小小也很大 這個夠二至三人吃 裡面的冬菇 都是戒花 跟平時一樣 這裡做的食物很精緻 像小時候日式的餐廳 門口有些假的料理模型 它就做成這樣 壽喜燒撿得很漂亮 包上一碟牛肉 包上爐 都是六十幾元 這個一定要回頭 壽喜燒 這麼大 六十幾元 是這個招牌菜 我相信這裡最推薦的 就是這個產品 我自己曾經買過材料 回家做壽喜燒 做了一次之後 我以後沒有做過 雖然做出來都很漂亮 但真的太多功夫了 又要劈粟米 又要切冬菇 又要切些菜 還有那些菜 你不可以每樣菜買少許 剩下的菜 怎樣呢 吃了很多天才能吃完 我就是為了做一盤菜 我覺得這些東西 真是功夫菜 你出去吃 因為每樣蔬菜 少許少許 出去吃 再包上兩隻生雞蛋 給你 就是傳統的 夠肉放進去 然後加一些壽喜燒的汁 或者現在我就加湯 一起吃 然後拌生雞蛋 拌了一些湯 牛肉 好棒 牛肉好吃 就起燒 加上一碟牛肉 燒66元 還要是單點 如果去大眾點坪 應該再便宜一點 這裏的鵝肝都好吃 最近也有很多鵝肝餐廳 介紹了我發現 真的要入口即溶 比較肥一點的 才好吃 下面好像現在這樣 剪一塊多士 就好像酒店吃自助餐 這一種才好吃 之前有些介紹 吃鵝肝飯 雖然有很多鵝肝 但我覺得很膩 它比較瘦 薄的那種 我也是喜歡這種 多士上面有一塊 很汁的鵝肝 一口吃下去很棒 另外這個刺身 比我想像中不同 很有泰式感覺 我以為是日本刺身 我很喜歡 這裏放了一些泰式醬 三鮮過海的意思 有三文魚 賴尿蝦 還有生蝦 是黑虎蝦 這個真的想不到 有泰式三文魚吃 擺盤真的很漂亮 雖然是茶餐廳 但你知道日本人 所有包裝 和擺盤 都很精緻 很精緻 接下來不得了 這個烏冬 我沒想過 是好吃到我想拿它做封面相 要極度推介給你們 三十八塊 一定要試 這是咖喱烏冬 就這樣看 白酸酸 都想像不到是怎樣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咖喱 對 我的面子好像霜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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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冬很好吃 質地 很煙韌 嘩 嘩 質地很好吃 我現在看我現場吃的時候 這麼冷靜 其實真的好吃 很烏冬 之後介紹 就是加州鰻魚 Hermon Taco 現在很多日式餐廳 都很喜歡吃這個Taco 外皮很脆 紫菜包著裡面吃 以前通常是吃麥西哥菜才有 我發覺現在很多日本餐廳都有 在深圳 這個就是七味牛舌 我只吃了一點 因為怕它會辣 有點韓國感覺 另外鰻魚炒飯 這些一定好吃 48元 如果帶小朋友過來 一定適合吃 這個要打包了 我們那裏 其實叫了這麼多食物 飯真的吃不完 是好吃的 第二天 我的微波爐丁 是很棒的 接著就是 荒野家的招牌菜 這個是牛肉馬力薯餅 裡面 真的很多 很碎的牛肉之餘 比例 土豆也比較多 比例 我沒有什麼醬吃 都覺得夠了 它是招牌貨 但是28元 其實很便宜 28元兩塊 是薯仔餅 比平時的可樂餅 是軟身一點 多料一點 叫了一個凍豆腐 上面有牛油果 這個家裡經常做的 很棒 不過22元 它做完給你吃 只是牛油果也很便宜 上面有些蟹籽 這個拿來做沙律是很棒的 荷蘭烤鬆餅 不過雪糕已經融光了 我等了太久 我也試一下 剛才本身很美 還要用刀叉吃 還是熱的 不是普通的班戟 煎到脆薄薄在我邊 今天的菜式都介紹完了 剛才的價錢 全部都是單點的價錢 這裡也有一間包房 你看都幾美 也有酒飲 很多不同款式的酒 晚上應該是幾熱流 因為又可以坐在外面 最後說多次 這間餐廳我推介 就是瘦喜燒 奶油咖哩烏冬 還有那個鵝肝 臨走之前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藍 拜拜